世界上最假的十种食品 假的令人发指 就连白糖制作的假蜂蜜都只能排第四 第一名更是我们每天必须吃的 食品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 就连鸡蛋都可能是塑料做的 肉串可能是生病的老鼠做的 每天必吃的盐可能是致癌的工业盐 今天网与关地球就和大家一起看看 世界最假的十种食品 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带你探索更多未知的神奇事件 第十名 盐 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个坏消息 我们日常所食用的盐 居然也存在安全隐患 曾经在一些市场上 发生过人们试图以面粉和墨碎的干泥 冒充黑胡椒和白胡椒的情况 虽然这样的替代品并不会致命 但与之不同的是 假盐的危害可不容小觑 它不仅会对血压造成伤害 长期食用假盐还会引发癌症 然而 一些餐馆和不法商贩 为了降低成本 他们会采用廉价的工业盐 作为食盐的替代品 虽然这两者在外观上很相似 但两者绝对不能混淆 因为工业盐通常被用于机械清洁 或者用于生产纸张 轮胎等产品的 与普通食盐绝对是不同的 而食用工业盐可能会导致癌症 并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害 所以 为了确保大家吃到健康的盐 老王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正规渠道购买 并要注意上面是否有国家的标准编号 第九名 核桃 震惊吧 核桃这种自然生长的东西 居然也在这个清单里 不过 核桃却是一种极易辨认的假食品 所以不要太担心 设想一下 当你走进市场 看到一个摊位正在销售代壳的新鲜核桃 你心动地购买回家 辛苦地打开壳 结果发现里面竟然装的是石头 是的 石头 一些不负责任的街头小贩 为了获取最大的食品利润 他们会将核桃打开壳 然后取出里面可食用的核桃人 再填入混凝土替换核桃 最后重新组装壳 并用胶水粘合 再将这些假坚果卖给毫无戒心的顾客 尽管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 但对于这些短期生意的小摊贩来说 这并不罕见 如果你不慎咬到了一颗混凝土的假核桃 这不仅会磕碎你的牙齿 要是不小心吞下去还会导致窒息 然而 这种手法却能使供应商的利润翻倍 它们不仅卖出了坚果 还卖出了毫无价值的水泥填充壳 由于核桃是按重量计价的 填充混凝土的壳使得重量成倍增加 所以如果你想购买核桃 通常可以通过外壳上微妙的胶水线辨别真伪 或者在购买前自行打开几个试试 老王确定只有那些不诚实的供应商才会在意你的一个半个试吃 第八名 豌豆 你可能从来没想过豌豆居然也能造假 在2010年 食品监管机构进行了一项调查 他们怀疑菜市场的蔬菜可能被人偷梁换住了 因为有人反映说 豌豆煮上20分钟 却依然像石头一样 更糟糕的是水变成了亮绿色 大家应该都知道亮绿色代表着什么吧 当专家把豌豆拿回去研究 发现这些豌豆实际上是老的干豌豆和普通大豆 只是它们被浸泡在食用染料和胶亚硫酸钠的有毒混合物中 胶亚硫酸钠就是一种类似于漂白剂的防腐剂 它使食物看起来更圆润更新鲜 而用于染色的绿色剂也是被禁止在食品中使用的 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癌症 然而 这并不能阻止那些贪婪的伪造者 现在你总算有一个不吃蔬菜的好借口了 第七名 米粉 天气很冷 肚子又饿得咕咕叫 刚好路过一家餐馆 里面又有你爱吃的米粉 于是你迫不及待地准备享受一顿热气腾腾的美食 然而 在这个时候 你需要小心了 因为你有可能吃的是假米粉 许多人在发现食物腐烂时的第一反应是将其丢弃 但一些不法商贩却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利用这些食材 他们会用腐烂的穀物来制作米粉以获取利润 一般的米粉是由面粉和水简单制作而成 但制作假米粉则需要一些特殊处理 以掩盖腐烂的气味使他们拥有新鲜面条的颜色 他们会将腐烂的大米和其他穀物 比如说动物的饲料进行挑白 然后再与二氧化硫和其他化学添加剂进行混合 最终制成假米粉 而为了让这些假米粉更好吃 他们会放入大量的调味料 第六名 鸭血 鸭血在许多地方被认为是一道美味的佳肴 因为鸭血的味道特别鲜美 口感很滑嫩 所以备受人们喜爱 尤其跟火锅更是黄金搭配 那鸭血是怎么做的呢 正常情况下 制作鸭血的过程相对简单 只需取得鸭子的血液 然后加入适量的盐和清水 等待凝结成块就行了 虽然制作很简单 但是鸭血本身的产量很低 一只鸭只有大约0.1千克的血 所以鸭血价格很高 以至于一些不法商贩 为谋取利润 会购买大量廉价的牛羊血 然后在家里煮费 并添加食用凝胶和色素 来制甲鸭血 更可怕的是 为了延长血液的保存期 它们会添加甲醛 甲醛是一种危险的化学物质 大量摄入可能会致命 所以 这已经不仅仅是甲鸭血了 而是危及健康的毒鸭血 当这些伪造者被警方抓获时 他们正在制作中 第五名 牛肉 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试过 用豆腐代替肉的吃法 一些素食者曾通过巧妙的烹饪方法 使豆腐具有肉质的口感 并添加调味料以模仿肉的味道 从而制作出美味的素食菜药 但还有一个版本可能有点不同 在一次食品调查中 警方抓获了以纯猪肉 冒充牛肉的犯罪团伙 没收了2万公斤猪肉 这是因为牛肉比猪肉贵 无良商贩可以从中间快速获利 为了使猪肉看起来像牛肉一样 他们将猪肉浸泡在食辣 工业盐和其他致命化学物质中 这种肉不仅不能吃 而且还需要考虑宗教和伦理方面的影响 比如说穆斯林 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 禁止他们食用猪肉 所以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无意中吃了假牛肉 那么他们就会违背他们的意愿 违反了他们的宗教规则 第四名 蜂蜜 蜂蜜被认为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食品 富含维生素 酶和抗氧化剂 适量摄入可以增加能量 提升免疫力 但是 这指的是真正的蜂蜜具有的价值 而假蜂蜜仅仅是一瓶掺甲的白糖或玉米糖浆 而为了让假蜂蜜更像真蜂蜜 里面可能还会含有未经授权的添加剂 长期食用会导致胃肠道不适 肥胖 糖尿病 引起脑损伤和肝脏损伤 令人震惊的是 这种假蜂蜜早已经进入各个商超的货架 因为他们通常贴有以假乱真的标签 在美国的一起假蜂蜜事件中 有两家公司Honey Solutions和Grove Fonds 发现有人故意将贴错标签的假蜂蜜销售给他们 涉案蜂蜜价值高达200万美元 事发之后 造假者将蜂蜜运往越南 试图掩盖其来源 幸运的是 这些欺诈行为最终被警方揭穿 其实从肉眼上看 真假蜂蜜真的很难区分 而且由于他们都很甜 普通消费者很难辨别真假产品 所以如果你想要购买蜂蜜 老王建议大家可以从当地的蜂农手上购买 这样相对能靠谱点 第三名 肉串 街头小吃通常是人们在旅行时必到的打卡点 但有时候美味的背后却隐藏着令人震惊的真相 曾经有人在快餐车上点了食物 结果在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都在厕所里度过 尽管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 但快餐车上的食品卫生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 有一些不法商贩和餐馆 试图将老鼠肉冒充其他肉类 比如猪肉 鸡肉 或羊肉 然后卖给无法辨别的消费者 可能有些人会问为什么 这是因为老鼠肉比较便宜 但同时也可能携带一系列疾病 比如沙门弑菌和鼠疫 虽然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类似的事件并不罕见 曾经有人将老鼠 狐狸和水雕的肉 制成类似羊肉的产品 而为让它们更像羊肉 它们会使用明胶 色素和硝酸盐来进行伪装 而长期食用这些食品 已经不仅仅是口感的问题了 而是严重的健康问题 如果不是卫生部门的突击检查 可能我们永远都无法发现这些真相 第二名 鸡蛋 是的 你没听错 现在 除非你亲眼看到鸡下蛋 否则你很有可能会买到致命的甲鸡蛋 据了解 甲鸡蛋是使用明胶和食用色素 以及其他有害化学物质制成的 首先 它们会使用石蜡和碳酸钙的模具来形成蛋壳 然后填充由树枝 淀粉 藻类提取物和凝固剂混合而成的甲蛋清 蛋黄则是由橡胶状的树枝混合颜料和明凡制成 这是一种胶状的有毒化合物 当你打开来看 你会发现它看起来与煮熟的鸡蛋非常相似 里面是一些果冻质地的奇怪东西 而使用这些化学物质制作的鸡蛋会导致痴呆和其他健康问题 所以 在买鸡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的 那么如何辨别真假鸡蛋呢 其实 真鸡蛋会有轻微的气味 蛋壳上也会有瑕疵和雀斑 而假鸡蛋则会有着不自然的光滑而且形状均匀 其次 假鸡蛋是没有蛋壳里面的那层厚膜的 尽管老王真的很气愤 这些伪造者在追逐利益的同时 对他人的健康毫不在乎的态度 但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真的很有创造力 第一名 大米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想赶紧扒了两口米饭压压惊 那如果我告诉你 你吃的米饭可能是塑料做的 你会怎么想 我想 你不仅仅是要考虑有没有胃口 或有没有营养的问题 而是应该考虑吃进去是不是有毒的 大米是我们的日常主食 但是如果运气不好 你很有可能会购买到由合成树枝制成的假大米 合成树枝其实指的就是塑料 这是一种非常便宜的材料 据韩国时报报道 吃三碗这种假塑料米相当于吃掉整个购物袋 当然 聪明的商贩并不会全部销售假大米 而是将真大米与假大米混合在一起 这样会让你很难辨别到底有什么不对劲 曾经在尼日利亚就曾发现了假大米 而区分真假大米最简单的一种方法 就是将大米放在锅里炒 如果它变成棕色 那就是真的 但如果它融化了并且闻起来像燃胶的塑料 那么很遗憾你买到假大米了 不知道以上十种最假的食品 哪一种最让你气愤呢 或者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评论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加订阅